这四五个月以来 在蓝白结合的国会优势之下 提出的每一个法案 都是让他们人数多的立法权 要扩大成为一权独大 他们把总统降级 行政院献说 考试院和监察院的权力收到口袋 甚至现在还开始想要 把司法的调查权 司法的权力开始在摸着摸着 我们不愿意沉默 我们从土城 心殿 戏子 永和 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去走 我们学习前辈的精神 一个肥皂箱搬出来就开始讲 真正重新走入人群 面对群众 告诉大家民主进步党守护的民主价值 刚刚两位县长在这里 为我们勉励 为我们致辞 刘县长当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所以苏贞昌 苏县长在新北的这两任当中 做了这么多的成绩 大家看嘛 你到现在在说的还是淡水渔人码头 平溪天灯 共聊的海洋音乐祭 巴黎的左岸 连深刻的豆腐 音歌的陶瓷 哪一项不是在苏县长任内被大家撑到的 你说交通建设 台64 65 环块道路 哪一条不是在任内推动的 这就是有好的基础后 接棒的人顺利 一棒又一棒才能做出成绩 北大特区 新版特区 林口新市镇 新庄副都心 哪一条不是是在两位县长的任内推动的 过去讲到城市光荣 台北县永远是全台湾最骄傲的地方 我们是台湾的第一大市 整个城市又继续进步 未来的新北市党部就像刚刚说的 会结合平昭带领的评委团队 还有我们的执委团队 做未来市政监督最强力的后盾 新北队出门 台湾队加油 坚定台湾民主 推动新北进步 苏巧慧